欢迎收看番茄音乐秀 一起来看一下吧 Number One 张学友 将歌神放在第一位 肯定是有些私心的啦 张学友的唱功 堪称是行走的录音室 现唱清唱张口就来 而且几乎和录音室出来的效果一模一样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一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的地方 诶 唱错了 No.2 陈奕迅 相信小伙伴大家已经看过 陈奕迅在妈妈现场演唱《浮夸》时 惊呆韩国明星的这个视频了 据说这首《浮夸》在当今乐坛能唱好的不会超过三个人 但Eason不仅是能唱好哦 就算是现场清唱也是毫无压力 不愧是歌神张学友的接班人 由人来拍照要记住插袋 你当我是否夸白 夸张只因我肯怕 此木头只石头的话 得到注意吗 其实怕被忘记 只不挨来烟吧 恨不光浸去幽涯 谁想万战中沉默 他不够冒着 怎么有话 让我把醋大雨都高 能不能让我们相遇的谁来 No.3 邓紫棋 作为如今乐坛最炙手可热的女歌手之一 邓紫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标签之一 恐怕就是他非凡的唱功了 就算是清唱也难不倒他 不愧是亚洲小巨废 No.4 华晨宇 很多人都说华晨宇是音乐天才 但是他本人却非常的低调 华晨宇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不是天才 我只是努力的比别人早了一点 他的高音极富感染力 现场表演总是震撼全场 清唱当然也难不倒他 所以我求求你 别让我离开你 好了 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个关注 这里是番爵音乐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